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狱警长换成了许锦江饰演的鬼剑筹 感觉气场没有张耀阳来的霸气 下这么大的雨真是苦了我们发哥了 还要去抬那个越狱的菜鸟 可这时新的狱长叫发哥谈话 并知道是他把上任的狱警整得下岗了 还放狠话恐吓发哥 把他调到了工地干活 监狱里主要分两大板 分别由大圈龙为首的大陆帮和上一级的香港帮 这时发哥得知母亲去世 到鬼剑筹那边申请回去进最后的校道 没想到被拒绝了 没人照顾的孩子被逼送去了福利院 不久后发哥的小孩发高烧病情严重 想请假但又一次被拒绝了 随后福利院又来消息说 儿子已经失踪两天了 这下把发哥急的 跟狱长也火力飙升 这下被狱长找到惩罚的借口了 之后发哥实在忍不住 就越狱去见了自己的孩子 这越狱好像很简单的呀 发哥找到自己的孩子 并愉快地度过了几分钟 没敢多呆又回了监狱了 回去之后狱长没敢打发哥 就帮他做成了木乃鱼 让大家应以为戒 在一次乱斗中 骷髅头杀死了香港帮的一个老大 并且指证是自己大哥杀的 大圈龙不想死 只好越狱 另外还让发哥背了指证人的黑锅 这次发哥成了大卢邦的眼中钉了 鬼剑筹还安排他和大卢邦一个宿舍 被拼无奈的他只能揍了警员 再次遇警 在逃跑途中遇到了大圈龙 并知道了自己的人出卖了他 最后想和孩子一起逃亡的时候 被抓了回去 并和大圈龙一块关在一起 这下还是逃过了一劫 并说谎骗了大卢邦那些脑残粉 放火烧监狱 这才逃过了一劫 冲出监狱并大喊救命 跑到香港邦那边 又是一次大乱斗 趁乱中 大陆的叛徒逃到了餐厅 发哥也随后将其制服 没料到狱长也来了 高速子不一定打得他厉害 没过几招就躺下了 故事最后 大圈龙回来自首帮发哥解围 才得以宽恕 故事结束送大家一句话 人生与世上有几个知己 多少友谊能够长存 好了 每日都有好电影 就介绍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